你 你就不能飞慢点吗 刚才那只是跳 又不是飞 还有你别吐在我的猫舍里面啊 这 是哪儿 这里呢 是我的秘密基地 你们猫妖的爱好真是奇特啊 我警告你最后一遍啊 我不是猫妖 那是什么 我的家在那里 北方人啊 兄弟 我是来自星星的猫 骗三岁小孩呢 你一个小猫妖还想装神仙 这边真可笑 我堂堂玉离星王子竟然说我可笑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签还是不签 不签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签 完了 忘了该死的契约了 主仆契约第一条 主人受外伤 冒回头部受到伤害 你还想占我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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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你变成猫了 看吗 你看吗 你还看吗 这么便宜还 这么便宜啊 还 终于搞定那只臭猫了 终于搞定那只臭猫了 不过听说东西苑一向势不了力 我身为东院的丫鬟 怎么去西院呢 我才不去那鬼地方打扫呢 说好上次我去 这次认到你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若是被御夫人知道 你不好好打扫的话 就该挨板子了 反正我不去 那珍宝哥阴气那么重 听说那小匠人 就是在珍宝哥市的踪迹 小匠人 难道是哥哥 想想我就渗得慌 反正我不去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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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这样啊 你去哪里 我不去 干什么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瞎了吧 东院的臭丫头 你找事啊你 要不 你把你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洗 就当赔罪了 对不起 姐姐 我们让他去打扫真宝哥 你懂不懂规矩 洗个衣服这这就算了 给我去把真宝哥打扫 不然的话 我就去郭嬷嬷那儿告你的状 行 行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走吧 跟我去换衣服 让那个臭丫头 站那儿多等候 好 真有你的 这小家伙 定时发现我是生人 对我起了敌意 不行 得让他安静下来 你对袁宝做了什么 这不愿我 他自己就躺下来了 这不愿我 我刚刚听到了 元宝的犬肺声 元宝只会对生人叫唤 你到底是谁 我是冬院的侍女 是夕院的姐姐 叫我来帮忙打扫的 大胆 竟敢与二少爷对视 二少爷是在试探 我有没有说谎 我问心无愧 为何要闪躲 你 他确实也没有说谎 还愣着干什么 把元宝送去看大夫 是 二少爷 等等 元宝 这是有喜来 元宝最亲爱吃什么 元宝近来爱吃 猪肝内脏之类的食物 那就对了 这母狗怀孕之后 若吃太多动物内脏 易躁动不安 元宝并无大碍 对不起 二少爷 是青云照看不住 元宝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喝水 回去给他打水先 先让这小丫头给溜了 小的现在就去抓她回来 不用了 还是会再见的 林陈 vos 这个丫头还挺有趣 这大白天哪 此地竟然如此银色 难道 难道是哥哥 难道是哥哥 这是哥哥的手稿吗 啤酒 你这个有啊 什么东西来这么臭 这可是狗毛 不好意思 本王子根本不怕狗 今天没招了吧 我的宠物到哪儿去了 你 当你想干吗 我想干吗 签字 我才不会在这种鬼东西上签字呢 手 不要拿手这么指本王的名乎 现在呢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 最英俊潇洒 绝世无双 欲离新王子 姑姑李 这是我的 姑姑 李 我 不管你什么名讳 反正我是不会在这种条约上签字的 谁知道会有什么阴谋 阴谋 那天在树林 要不是你敬于本王的美色 主动献吻 所以才害得我们两个千金这种主仆契约 害得本王子一天只有一半的时间 能维持人形 你熬什么 那 你的意思 我就是你主人啊 手里握着这家伙的把柄 他还不任由我拿捏 再说 有一个首富大少爷当仆人 且此人还是少将军 说不定能帮我找到哥哥 喂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行啊 不用你想 请就行 你竟然敢戏弄我 你竟然敢戏弄我 如果真像你所说 地结了契约 毁约哪有那么容易啊 再说了 谁知道签订了主仆契约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负对 你 你敢这样对你主人 主人 我今天让你看一下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怎么回事 不是亲一下就变猫了吗 你们人类就这么喜欢嘴对嘴的吗 完了完了 直接刚被他把脸都拧便行了 这又落到他的手里 我们人类啊 就喜欢这样 喂 女人 你要干嘛 你这只臭猫 成天为非作歹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主人我的厉害 你到底要干嘛 我不要洗澡啊 你疯命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该死的契约 什么时候能解除啊 什么时候能解除啊 本王子果然 优秀 你完了女人 你干嘛 你怎么知道 怎么了 这个女人不单撕毁了我的血液 还逼着我洗澡 还轻视本王子买美的肉体 真是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莫羞人 你不仅耍流氓 还是个暴露狂 不行 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得赶紧研究哥哥的手稿 找到哥哥立刻回家 蓝魂珠皎洁圆明 内外通透 如黑夜星辰 尚有一猫状纹 屈尽其妙 红魂珠色泽鲜红 如绽放的婴肃 尚有一锦礼纹 栩栩如生 白魂珠金银体透 似挨挨白雪 一尘不忍 魂珠终有一犬废致 黄魂珠灿烂明媚 似明月皎洁无瑕 魂珠尚有一凤蝶 翩翩其舞 哥哥 为什么要找魂珠啊 难道是想改行当专妖师 一碰到这魂珠就变形了 难道是我 将这蓝魂珠中的猫要放出来了 十年前夏至 恒星不见 夜中星云如雨 天有大声如雷 火光赫然照天 地中有一窍如碑打 极深 夏世之星在其中 盈盈然 两久见息 尚智不可惊 我的家在那里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难道 那只臭猫说的是真的 那谁绑架了哥哥 哥哥 又为什么要找魂珠啊 看来 我继续待在莫府里 才能查明真相 找到哥哥 骆风 这就是你练的兵 少将军 这是切磋还是发泄啊 一起上呗 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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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总算把这个恶气给出了 本王子果然优秀 接着操练 马步出拳 预备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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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她怎么从玉璃星赶过来了 你怎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挑剔啊 放心吧 这可是新鲜陈露泡制的花茶 你肯定会喜欢的 就那样 这比起咱们玉璃星的花与鹿 差太远了 十年前 猫后为了保护玉璃星 和疏忽同归于尽 我一直在找你的下落 你去哪儿了 之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只想快点回到玉璃星 王子弟弟 是在为如何解除主仆契约头疼吗 你怎么知道 姐 我有经验啊 我见过那个带着蓝魂桌的小姑娘 说起来啊 她还挺可爱的 不过有你这么不听话的仆人 她这个主人啊 一定是很伤脑筋 这是本王子猫生唯一的污点 姐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齐悦啊 解除齐悦啊 在神器上签字画押 没有别的其他方法了吗 怎么 齐悦被小薄荷给撕了呀 还真没想到 这小姑娘还挺有个性的 姐 你到底站哪边啊 别的方法吧 也不是没有 就是吧 有一点难 难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倒本王子 就行了 那王子弟弟 交去试试真爱之吻吧 这又何难 本王子还没展现真正的魅力 就已经和他吻了三回了 只要我略识巧计 这真爱之吻 岂不是手到前来 错 重点不是吻 是真爱 真爱 要跟这么个女人相爱 才能解除齐悦 我的天哪 都退了吧 不想吃 没胃口 是 慢 少将军 少将军 您可是因小薄荷的事 而感到烦恼 少将军 您虽然带兵打仗 无人能敌 但是在这男女之事上 却缺少经验 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洛峰 已为您排忧解难 这花色也真是太适合你了 常来啊 好 谢谢 两位姑娘 选点儿什么 老板娘 这是我们少将军要的东西 这些呀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不过呢 我们布航倒是有一个活动 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买皮毛便有赠品 赠品 老板娘 嗯 老板娘 我想要那对猫耳朵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稍等啊 来 第一题 最想看到的美景 第二题 最想吃到的美食 第三题 最期待的浪漫运会 这题面好生奇怪 再过几日不是七巧节了吗 这些呀 是我们布航 为七巧节搞活动 专门准备的试题 少将军 咱们军营的男子 个个都年轻气盛 您更是英俊潇洒 但是这心急呀 吃不了热豆腐 这姑娘家 心思缜密 百一转千回 难以揣摩 您若是不得法 反而会事倍功半啊 您若是不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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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姑娘 慢走啊 我保证啊 你们的货 明天就到莫府 辛苦老板娘了 不客气 小梁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些事 好啊 老板娘 姑娘 来了 看看 好 说重点 这这位姑娘 其实就跟捕猎一样 需要投其所好 设好陷阱 幼齐上购 说得幼齐上钩嘛 您就等着瞧吧 不 烈 那不正是我 最擅长的事情吗 公子 您看看 这不是大哥院里的 妮丫头吗 谢谢 没事 小二 请问 可曾有人来此典当过魂珠 魂珠 打听魂珠的人多了去了 就你 还想买魂珠啊 去去去 不要打扰我们做生意 怎么 瞧不起人啊 懒得跟你说 好 姑娘 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如此说来 老板 您这儿是有魂珠了 本店 虽未有魂珠 不过 不过 姑娘的魂珠 想必也不是正途所得吧 如若姑娘愿意 把魂珠啊 卖于本殿 必然愿意 给姑娘最满意的价格 我不卖 你这 二少爷 你怎么会有蓝魂珠 这事好像不归二少爷管吧 看来你不仅是个小骗子 还是个小女贼 我说这小鸭的手里会有蓝魂珠呢 二少爷 定是他到的 你愣着干什么呀 快去报官哪 等等 二少爷凭什么就此认定 这魂珠是我偷的 难道 你也和这些 狗眼看人低的俗人一样 觉得魂珠 只有大富大贵之人才配享有 当然不是 因为本人 恰好认识这颗魂珠的主人 二少爷认识我哥哥 少将军 少将军 新月青天到手了 您过目 真的是幼稚 这些渺小的心愿呢 就由我来替他完成 少将军此次出手 定能马到成功 那还用说 这女人现在就像我对面的酒坛子 不管你怎么跑 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原来如此 你便是子墨兄 常常向我提起的妹妹小薄荷 方才是我太过鲁莽 小薄荷切勿放在心上 你没想到 只要以后二少爷不要叫我小女贼 或者小骗子 我便感激不尽了 看来还在生我的气了 逗你的啦 我哪有那么小气 更何况二少爷是我哥哥的朋友 不过话说回来 子墨兄失踪一事 的确十分蹊跷 我也一直在暗中调查此事 只是毫无头绪 我哥哥不是始祖 是被绑架了 这是何人所问 他又为何要绑架子墨兄呢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收到一封信 和这颗蓝魂珠 信上说 我只要集齐四颗魂珠 便能换回哥哥 这人要魂珠有何用 如果说是为了求财 又为何要将蓝魂珠交给你 不明白 那日我从珍宝哥 看到了哥哥落下的手稿 发现这些年 哥哥也在寻找魂珠 我不知道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总之 我只是想尽快集齐四颗魂珠 希望哥哥 早日平安回来就好 我帮你 嚒务 我帮你一起找魂珠 faded 魔� Benn 这之急 还有 然后 咱俩 那